中国在2017年复活节 喜云近两万新教友 中国各地隆重庆祝 花地马圣母显现一百周年纪念 世界主教会议秘书长 到访台港两地 欢迎收看英语观电视 教会透视节目 我是余华娟 Mary 我是林晓芳 Mavis Mary教宗方济阁 已从葡萄牙花地马 回到梵蒂冈了 不知道她对这次朝圣 有何感受 Mavis 我们可以从教宗在 2017年5月14日 护活期第五祖日 主持天皇后行乐经 祈祷时知道答案 她在当天回顾了 在花地马的朝圣之旅 当天一早 教宗按照惯例 前往圣母大殿 向罗马人民救援之母 献上一束白玫瑰 在那里祈祷了约20分钟 教宗在天皇后行乐经前的 反省中强调 方济阁和雅清达的圣德 而非圣母显现的结果 而是因为他们忠信而乐成地回应了 这有幸看见童真女的特殊恩惠 透过他们的分圣 教宗愿意鼓励整个教会关心儿童 在花地马 祈祷之声 有如一条流淌了一百年的河流 为整个世界恳求圣母的保护 方济阁和雅清达在他们的时代 祈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今天他们的榜样依然有效 教宗说 今天也急需祈祷和忏悔 好能求得悔改的恩宠 求得诸多战争的结束 这些战争发生在世界各地 规模越来越大 求得愚蠢冲突的结束 无论是大规模的冲突 家庭的争执 还是小小的矛盾 也求得毁坏人类面容的暴力的终止 教宗因而把遭受战争和冲突的人民的命运 特别是生活在中东的人 托付于和平之后圣母 实际上 许多无辜者遭受了严峻的考验 无论是基督徒 穆斯林 还是像亚兹迪这样的少数群体 都陷入了暴力和歧视的悲剧 我关怀他们 并在祈祷中念及他们 同时我也感谢那些提供人道援助的人 我鼓励各方走上对话 与社会友谊的道路 好能建设一个尊重 安全 和平 远离一切战争的未来 Mary 在2017年 蒙古天主教会和乌兰巴托宗座揭幕区 将迎来双重历史性重要时刻 是的 就是天主教在蒙古开教25周年 和圣座与蒙古共和国建交25周年纪念 据信仰通讯社报道 乌兰巴托宗座揭幕区宗座揭幕 圣母圣星会会士黄旭东表示 我们将借此机会 重振我们在这个刚刚走上 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传教事业 另一位圣母圣星会会士 非洲裔的母班巴神父强调 目前全国共有1300多名教友 一名本地斯多 这里的人们有理由感到喜乐 这是传教活动所取得的丰硕果实 天主教会团体六个唐区 三个传教站共有百余新目道者 三个传教站还将在2017年 开教迎庆期间升为唐区 蒙古现有来自世界14个国家和地区的 50多名传教士 他们为蒙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忠于自己的圣兆 与天主建立密切联系 为他人献身 为仍然今年的纪念更加具有意义 地方天主教会组织了各种活动 其中包括了在四大宗教传教上会之一 中座传教联盟支持下 于5月8日至12日举行了 以传教神学为主题的研讨会 讲座旨在大力推动慕领计划 充分意识到地方传统文化 以及亚洲蒙古传统宗教的特点 讲座中涉及了以下内容 现代亚洲传教灵修 耶稣的历史是传教的根基 本地化与女性传教经验 平信徒与天主教会 教会辅传事业中的宗教对话 60多名要女员和教友听取的讲座 并对深入细致的讲解感到满意 华东福建省明东教区地下教会团体 郭西锦主教在圣州前被代理教区 于5月6日中获释放 但在他获释真日 换上另外三名神父被教区学习 郭主教于圣州前的4月7日 被福安民主宗教事务局召去 后来是公安局通知教区 审明中厅把郭主教教区参加为期20天的学习班 据天亚社报道 有教会消息人士指郭主教回到教区所在地 罗江那天 教区副主教朱鲁茨省父 秘书长许文明省父和总务主任彭正生省父 就被叫去参加10天的学习班 不过他们三天后已提早还回教区 消息人士表示 原本教区的支议员及参与员是下一批警戒要去学习的 但三位省父回来后 大家再没有收到学习通知 消息人士更表示 郭主教被带走后 被安置在一个专门控制双规官员的地方 门外有两人守着 房间内有三人看管着主教 每天至少都有一个福安副部长级的官员陪同 并且连房门都不难出 送饭进去 总共十几个保镖 双规是指有关党员或官员在规定时间 规定地点 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做出交代 是中共境率检察机关的一种隔离审查措施 福建省有多达37万教友 是地下教会的重镇之一 其中明东教区约有8万教友 绝大部分属于地下教会 有约50位神父 及100位兄女牧养 中国在2017年复活节增加了近2万名新教友 这真是一件让人鼓舞的喜事 而华北河北省再次成为中国全国最多人在复活领袭的省份 今年共有4446人成为新教友 有关数据由河北信德社向全国收集 截止4月25日的初步报告显示 今年复活节全国有19087人领袭 而有些教区仍在整理他们的数字 其他预千人领袭的省份 具有山西省1593人 河南省1097人 广东省1327人 陕西省1234人 山东省1169人 以及浙江省1168人 河北是中国天主教大省 有近100万教友 也是地下教会团体重政 而陕西、山西和浙江都是天主教徒较多的省份 各自有逾20万教友 另外11个省份也有过百万新教友 而九成二人口为战传佛教信徒的西藏自治区和河南省 都只有单位数的新教友加增长 分别是一位和八位 海南教会主要是复活节和圣诞节给牧道者受洗 而一般在圣诞节较多人领洗 当地教友相当流动 约半数被称为候鸟 因为他们只有冬天由北方来到这最南的省份来 信德社社长李荣平审父表示 他们以尽力收集来自公开和地下团体的人数 在统计表上 有一千新教友的河南省 只有开封教区显示无人领洗 开封教区韩正涛神父解释 他今年在其位于周口市堂区 为两名小孩和六名成人施洗 但未能及时向信德社提交数据 韩神父表示 我去年为十人受洗 领洗人数今年和去年差不多 他们当中有些是由朋友介绍认识教会 而有些则由基督教转过来的 因为他们觉得天主教更适合自己 基督教学者和基督教会团体均认同 河南省是全国最多基督教信徒的省份 然而估算的基督徒人口有很大差异 有两百万到五百万不得 相信是因为当地有很多属于没有向政府登记的家庭教会 Mary 你是怎样庆祝花地玛圣母显现一百周年的呢 我是在唐区参加功练玫瑰金的活动 那你呢 我也是 另外我也知道在中国各地也隆重庆祝了此盛事 5月13日是中华圣母庆日 激花地玛圣母显现一百周年纪念日 对信友来说这是蒙恩得福的一天 在江西教区南昌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 举行了王克勇执事禁夺典礼 当天的礼仪由李苏光主教主持 来自各堂区神父及北京修院赵神父 湖北五神父参与弥撒共计 教区教友 领受夺品者的父母 家人 亲戚 以及北京修院的同学 北京教区后八家教堂的教友前来参加新夺祝圣典礼 教区主教李苏光在礼仪中分享说 今天是中华圣母节及花地玛圣母显现一百周年纪念日 对我们江西教区来说 今天是值得庆贺的好日子 因为在今天煮的葡萄园中 又喜添了一位好园丁 也求中华圣母保护我们江西教区 在弥撒结束前 新斯朵王克元发言 对主教领导师朵帝宣家人及教友们表示感谢 他说 今天是上主安排的一天 我们应该欢欣鼓舞感谢天主 因为是天主在创世之初 在母胎中拣选了我 是天主召叫我 指引我 给我力量 使我在回应圣召的路上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无论遇到什么能 天父总是以大能的右手扶持我 基督总是以慈悲的大爱接纳我 圣神总是以温和的话语引导我 新夺王克永神父 圣明方济阁 山西平遥人 自幼接受天主教洗礼 蒙天主的照教 于2000年至2003年 在渝赐教区被修院学习 2003年至2006年 在山西孟高维诺总修院学习 完成哲学学习 2006年至2010年 在社会工作 2011年加入江西教区 2011年至2016年 于天主教北京神哲学院 完成神学学业 2016年6月29日 于北京修院毕业 2016年11月19日 即2017年5月13日 分别由李苏光主教 领受执事圣职与斯多圣职 同日福建厦门教区 省长教友们 齐聚在常泰发地马圣母祖宝坛 隆众举行圣母弦宪宪 百年庆典 当天礼仪由教区 蔡炳瑞主教主持 教区十位神父 十三位修女 即来自各地的教友 约两千余人参与庆典圣祭 主教说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是发地马圣母 宪宪宪宪一百周年 我们高兴地来到这里 为祝福这座 农府囤真 发地马圣母亭 他提醒我们 农府玛尼亚与基督 以及他的教会的关系 是多么密切 多么重要 礼仪开始,主教祝福了圣母亭 这是在洗音花地玛圣母弦现百年之际 特别建设的花地玛圣母亭,以之纪念 祝福仪式里程 在唱诗班喜悦而前进的花地玛圣母歌祈祷声中 列对游行敬堂,隆重举行感恩圣祭 主教在道理中详细地阐述了花地玛圣母显现的经过 即免励大家花地玛圣母一百年前显现的讯息 悔改、补俗、长祈祷 讲道后,主教带领大家一起功练奉献自己与圣母五天圣心诵 和奉献给花地玛圣母诵 并在领圣体后,功练奉献于耶稣及圣母圣心的导文 主教邀请大家把一切奉献给花地玛圣母五天圣心 祈求花地玛圣母为我们转导 世界主教会议秘书长巴尔·迪塞里书记到访香港 并与香港青年对话,听取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关注 书记鼓励香港的天主教青年积极参与下一届以青年为体的世界主教会议 巴尔·迪塞里书记于5月13日起 在东亚区两个华人社区进行为期七天的访问 书记在5月13日迪港后随即进行的首个公开活动中 听取学生、修生、残疾人士、难民和一个年轻的家庭所遇到的问题 以及数个通过面试、Facebook现场直播的与会人士的提问 这些青年人关注的问题 包括如何抵抗绝对反对教会的一切 和觉得生活中未必需要有教会的存在的两个极端滥潮 有哪些主要的元素让圣召在族内成熟的发展 年轻家庭如何在家庭内、在工作上、在子女就读的学校内 和个人发展中的一切服务和生活之间实践圣召死等等 巴尔·赛迪里书记引用教宗方济阁曾提及短暂性的文化的现状 那是提倡活在当下 认为没有必要做一生一世的承诺或永久性的承诺 而书记则要求青年人成为革命者 要逆流而上 冲击这个认为 你们没有能力去承担和去追寻真爱的文化 在90分钟的对话中 主教还解释了下一届议会的筹备工作 特别指出主题所说的青年 指的是世上的所有年轻人 当中不仅仅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 他鼓励当天的对话参与者 不要错过参与教会的机会 并请他们填写总密书处网站上的一份网上问卷 以驻大会草泥第二份会议的工作文件 巴尔迪塞里书记除了5月13日与青年会面 他于一日也在香港圣宝路学校 一个关于家庭的讲座中演讲 是教区今年家庭年活动中的一部分 在5月16日 他出席在台湾举办的2017年东亚家庭会议 而该会议有东亚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教 即代表与会 并同样会与当地的青年们会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开幕弥撒的情况 由东亚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教 即代表40多人参与的 2017年东亚地区家庭会议 5月16日 在台湾桃园圣德莱活动中心圣堂 隆重举行开幕弥撒 由范蒂军两次重要主教会议秘书长 巴尔蒂斯利书记主教主理 教廷驻华代办高德龙盟席 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洪山川总主教 台湾新主教区李克勉主教 及香港教区夏志成福里主教 和十多位神父语记 洪山川总主教 处代表台湾教会 欢迎巴尔蒂斯利书记主教 经常来台参加会议之外 也特别强调 东亚地区基督家庭的价值 正遭受无神论 世俗和物资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 这次会议提供大家一个宝贵而必要的机会 重新学习并更新准理教会的教义 巴尔蒂斯利书记主教在正道时表示 在每台弥撒当中 耶稣将平安留给我们 耶稣的平安是个强壮人心 克服畏惧的保证 平安 拉丁文就是和平 耶稣把和平这份礼物留给我们 在这个时代更为珍贵 他并且提到2018年世界主教会议 要研究的话题就是青年人信仰和圣招的辩明 巴尔蒂斯利书记主教说 耶稣的这份礼物和平 同时也是指与天主 与自己和与其他人建立的和平 如果我们洞察自己的内心 我们就察觉到 我们很多时候无法与自己的弟兄姐妹和平相处 因为我们远离了天主 唯一真正和持久的和平之源 而且当我们不接受自己是谁或是怎么样的 或不原谅自己的过错 或对自己有的东西不满足 我们跟自己就发生冲突 战斗和迫害性的战争 经常是在心中进行的 有些内心的战斗会被外在的因素引发 在家庭、学校、职场或信仰团体 以及一些主要的国内和国际的纠纷 不幸的是 新的一代也无法逃避这些情况 今天太多的年轻人 我们时常指他们善于犯错 缺乏稳定性和混淆不清 表现出生生不安 这感觉阻碍他们去体验喜乐 平安和慰藉 表面上 青年人看起来在物质上和身体一无所缺 甚至被人视为享有的太多了 但事实上 青年人经常缺乏基本的 就是生命的意义 下一届的世界主撮探会议要研究的话题是青年人 信仰和圣招变明 用意是要把希望带给全世界的青年人 同时协助牧者们和牧林工作人员在青年人身上下注 他们有这么多话要说 以及在我们的时代里有这么多东西带给教会 2017年东亚地区家庭会议将一连展开为期四天的议程 其中有帕尔蒂斯利书记主教主讲的 爱的世界召唤 教会托士报导完毕 再会